高雄有一名前科累累的通緝犯 从去年开始涉及了多起的暴力事件 包括了因为口角纠纷 就撂人砸毁对方的车辆跟住家门窗 还有酒醉之后 持着棍棒跟砖块砸毁店家门窗等等的犯行 他知道自己的通緝身份 怕被逮到逃回到屏東老家躲藏 警方持着鞠票兵分三路 一举勤获了这个以通緝犯为首 一共9名的涉案人员到案 将他们通通移送法盘 去墙边 去墙边 被压制在地动弹不得 警方仔细搜索 就怕男子狡猾藏了东西 你先猪有什么 有什么东西 有你来说 确认没有偷藏 继续搜索其他地方 另一头后车厢一打开 好几只棍棒球棒 数一数起码四五只 全是这伙人犯案工具 本人局后报 以周姓男子共处一个暴力犯罪集团 总共有9名 以周姓男子为首的9人 涉及多起暴力案件 从去年4月开始 先是因为口角纠纷 砸毁被害人车辆和住家门窗 又因为朋友起哄 女友遭人爱慕 分而烙人把对方用棍棒痛殴重伤 甚至今年1月 在小吃店喝醉了酒 就拿棍棒砖块砸毁店家 周姓男子前科累累 窃刀炸欺 同期灾案 生怕被逮 逃回屏东 母亲家躲藏 13日警方持居票 兵分三路 将周姓男子为首 共9名涉案人员 一举情拿到案 前案1 指出犯罪 妨碍秩序 杀人未遂 毁损伤害 恐吓等罪险 移送高雄地检署来侦办 一伙人年纪只有18到20岁 年纪轻轻 逞凶斗狠 为首的周姓男子 更一路从高雄躲到屏东 以为能逃过法律制裁 但法网灰灰再怎么逃 还是栽在警方手里 记者柯成浩高雄采访报道